星期天上午8点半 花莲领馆处接获通报说 着西山玉海拔大概900公尺 一处私有咖啡农园旁边 有黑熊受困陷阱 相关单位赶快组成29人的黑熊救援小组 展开救援行动 周日上午8点半 林务局花莲领馆处接获通报 着西山玉海拔大约900公尺 一处私有咖啡农园旁边 有黑熊受困陷阱 相关单位组成29人的黑熊救援小组 立即展开救援 经过检视 受困黑熊是一只体重84公斤的成年龚熊 左前之晚不关节 因为遭到套索压迫肿胀 但是并没有开放性的伤口 也没有断置 野丸受医师在现场施行 轻创手术 并后送到台东池上的 东部野生动物救伤中心 占留观察伤势 花莲县政府呼吁 农民防治野生动物破坏农作物 不要用兽夹或山猪掉 可使用具有电木器的电围网 不但可以防治台湾猕猴 也可以阻挡山猪 山枪台湾黑熊等野生动物 入侵农员破坏农作物 如果不胜物补或物伤保育类野生动物 只要立即通报协助救援 就不会被究责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